初学摄影阶段呢会特别的痴迷于调色 看人家那照片颜色都特别好看 自己却怎么也弄不出来 特别着急 所以疯狂的下载各种预设 那这一点我也算是过来人了吧 什么100个免费预设 1000个网红色调 反正是只要看见了就下载 甚至还花钱买过预设 今天呢就来聊一聊 Lightroom预设这点事 努力的帮大家解决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如何下载安装预设 为什么后期套上的时候 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使用这些预设的时候 需要注意点什么 总之不管您有没有看过 我之前做过的这些Lightroom免费教程 那这一期都可以跟着我 再温习一遍后期调色的思路 其实预设呢不是万能的 并不是任何一张照片都适用于任何的色调 在选择和下载购买预设前呢 还是要对咱们自己的照片特点 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否则咱把这1000个预设效果都点开看一遍 那也是挺费时间的呀 像城市当中现代建筑比较集中的区域呢 它一般都是冷色调的 钢筋水泥混凝土嘛 如果不是在日出日落这样的暖光时段去拍摄的话 那么在配色上选择冷戏的调性呢 可能就会更适合一些 特别是夜景的照片 像老式建筑比较多的那些街区 特别是红砖墙或者是那种有点发黄的外墙设计 就会更适合暖色系的色调了 还有呢当然就是日出日落 也是自然暖色系的这么一个色调 电影胶片色调呢 也是会非常适合这类暖系照片的 所以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 甚至是照片当中只要是有人出现了场景啊 服装和环境之间的这个颜色搭配 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避免一些抢眼的颜色太过于突兀 户外大自然的照片多数于绿色系的植物 蓝色系的天空大海湖水 以及灰色或者是有点偏红黄的那种岩石和山峰为主 所以选择预设的时候呢 需要因地之一 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咱们就可以去下载和选择预设了 在这呢推荐一个我用了十年的素材网站啊 叫做Envato Elements 我在这啊真的花过不少钱了 幸好它现在推出这么一个包月质 所以呢我就可以尽情的下载了 其实它不仅是可以下载预设的 还有视频的特效 音乐 字体 一些PS的动作 网页模板和图片呢 都是可以无限下载的 大家可以去七天免费使用一下 如果感兴趣的话 在它这个Add Ons里边 第一个就是Action and Presets 也就是说这个是Photoshop的动作 和Lightroom的预设 左边呢还是有一些归类的 第一个是Photoshop 第二个呢就是Lightroom了 所以它这里边基本上就全都是Lightroom的预设了 我最近发现它还真多了不少新的预设可以去下载 咱们呢找几个看看有没有顺眼的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随便看一看呢 就会发现真的是什么风格都有 所以说每个人对照片调色的喜好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如果按我的喜好去下载的话呢 咱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哎 我觉得这个不错 右边呢就是它的这个调出来的样片了 这些样片呢主要也都是日光下的一些风光片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拍摄的类型啊 先下载一个 然后再看看别的 这种糖果色的城市建筑我呢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唯一的顾虑是您看它这个样片里边呢 都是白色浅色系的建筑 纽约这种建筑的颜色呢其实挺少的 能不能做出这个效果 这就不好说了 接下来呢就是把刚才下载的这些预设安装到Lightroom里边 首先进入菜单选择首选项 在顶部的这个菜单里边有一个预设 进入到下边选择显示Lightroom修改照片预设 然后就出现了安装目录了 进入这个Setting Setting当中已有的这个文件夹 就是咱们现在Lightroom当中正在使用的这些预设了 您看像有些预设 如果他没有做好这个文件夹的管理 我们要给他手动添加一下 比如说这一个文件夹的名字叫这个名字 把它新建一个文件夹 重新起个名字 然后把这里边所有的预设拷贝进来 有一些预设下载之后呢 您打开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的文件类型 电脑版的Lightroom它的预设文件是这个XMP的格式 那这个DNG呢是手机版的Lightroom 如果您发现您这个预设里边会有很多其他的格式文件 那它就是为其他的软件所准备的 比如说这个3DL COB格式呢就是视频软件里边进行调色的Lots了 所以在导入的时候您千万别一股脑的把所有的文件 全都导入到Lightroom的预设里边 只导入XMP的格式就好了 拷贝完毕之后再次打开Lightroom呢 就可以看到并且使用这些预设了 就是这么简单 在修改照片界面打开左侧预设这个模块 您就可以看到刚才这些预设了 那么如果没有看到这些预设呢 可以点击这个小加号 然后下边有一个管理预设 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有很多没有画钩的 那它就不会显示出来 如果您想要这个 比如说Urban City 点击左侧就会出现Urban City这个预设了 即便是在管理预设的界面当中 咱们把所有的预设全都画上钩了 但是呢您会发现还是找不到 刚才咱们下载的预设 我就发现呀 有一些预设 它就会自动的归类到了用户预设这里边 您看这里边有好几个 就是刚才我所下载的预设 所以呢 如果您找不到您想要的预设 别忘了到用户预设里边去看一下 即便是使用了同样的预设 也无法获得同样的效果 甚至有的时候套出来的颜色还特别的奇怪 那这其中可能有三个原因 导致了失败 第一个呢可能是因为曝光不合适 后期在Lightroom当中套用这些预设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是需要注意曝光的 比如您看如果我想要套用这个预设 那在前期的时候实际上我的曝光还算说得过去 左侧暗部呢稍微有一点暗 但是在套用这个预设之后呢 您看左边就变成了一片死黑 那这就属于一个曝光看上去不太舒服的效果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要在套上这个预设的基础之上 进行一些曝光的微调 这个时候需要观察的是Lightroom右上角这个直方图 您这如果关闭了呢 点击右侧这个三角就可以打开了 在直方图上面呢是有很多曲线的 咱们先不管这个彩色曲线 只看这个灰色的曲线 您看灰色曲线全部贴在了这个方格的左侧 那么就说明暗部太暗了 那也正恰巧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暗部一片死黑的问题 在这样的曝光情况下呢 咱们调整阴影 将阴影向右拖动 您看在向右拖动的同时 是不是这个直方图的曲线在向右移动 整体都在向右偏移 对吧 然后您看左侧的这个照片呢 暗部逐渐的就露出来了 您看刚才是零的时候一片死黑 咱们向右拖动的时候 这些细节呢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 那么中间这些暗部的位置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但是拥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您看这些曲线 尽管我们调整阴影都到加100了 它其实还是贴在左侧的 那这个并不是说明 它是完全不符合标准的 咱们可以点击左上的这个小三角 您就会看到画面当中有一部分变成蓝色了 这个蓝色提示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位置仍然处于一个死黑 但是咱们看一下这些位置重要吗 实际上它并不是这张照片所要表现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呢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就是说虽然直方图的曲线贴在了左侧 但也并不代表这张照片此时的曝光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范围 因为我当时是在大中午12点阳光最强烈的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 而我拍的时候我是站在阴影里的 所以您看天空的位置它就特别的亮 而我在的这个阴影呢就比较的暗了 但是经过刚才咱们对阴影部分的调整 它是不是已经比之前看上去好很多了呢 并且呢它也算是成功的套用了这个预设的效果 所以说在您每一次套用Lighton预设之后呢 还是要对高光和阴影特别的注意 做一些微调 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二点呢是后期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配置文件 这个呢也可以算是我发现另外一个非常好玩的一点 比如说您看选择我所做的这个调色预设 Greenwood 这个照片一下子它的色调呢 就和刚才有了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在基本面板当中啊 有四个小字叫做配置文件 您看当我选择不同的配置文件的时候 这个照片的风格呢 就又是一个全新的改变了 在右侧有四个小方格 当您使用不同的相机的时候 它所下面出现的配置文件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像我这个是富士相机拍的 那在我这里边呢就多出了很多新的选项 您看如果我选择这个 然后再按照咱们刚才第一点说的 稍微调一下曝光 是不是又和刚才咱们直接套用Greenwood的这个预设出来的颜色效果 特别不一样呢 所以说如果您使用的相机有一些特殊的配置文件的话 这块呢您也可以选择加载一下 看看能出现什么新的效果 所以说如果我以现在我所调的这些预设 加载了这个富士的配置文件 然后保存的话 那么如果您不是用富士相机拍的 它也是套不出这个效果的 所以配置文件这里边呢 是我发现另外一个非常好玩的 并且会影响最终调色效果的一个设置 这个配置文件呀 它只在您保存RAW格式的时候才可以选择 那如果您只保存了JPEG 那后期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所以只要是您打算在后期的时候 使用Lightroom进行一些调色 我的建议是您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就要选择保存RAW加JPEG两个格式 这样才会比较稳妥 除此以外呢 照片本身的颜色和预设风格是否合适 也是需要考量的 那咱刚才下载的这个糖果色预设 如果套在我这个纽约SOHO的建筑上 你看 就完全出不来人家那感觉 所以说呢 并不是任何一张照片都适合某一种调色的风格 那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拍摄习惯和喜好 以及您所居住的城市 它也有它的特色与颜色的搭配 您看我调的这些预设呀 虽然名字起的都是很有方向性和定位的 但实际上套用在不同照片的时候 仍然会出现不同的感觉 所以在后期的时候呢 您不妨多试几个不同的预设效果 找个看起来顺眼的吧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的Lighton当中 它添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预设数量 您看选择我这个Sunrise and Sunset 在顶上呢就会多出了一个预设 Sunrise and Sunset 然后有个数量 向左拖这个预设的效果就会变浅 向右拖这个预设的效果就会变深 那这个功能呢就会给您在套用预设的时候 多了一些可调的自定义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啊 在增加和减少这个数量的过程当中 您会发现所有它调整的参数 包括曝光量也就是高光和阴影 也会跟着微调 数量咱们只调到40的时候 右侧高光阴影 白色色阶和黑色色阶 其实都是变化的 归位您看右侧 是减60加50 但是如果把它向左拖 就变成减17加14了 向右拖呢就变成减100加92了 那这个功能的好处呢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点 当您套用一个预设之后 它的曝光实际上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增加和减少这个数量 稍微的微调一下我们这张照片的曝光 让它更加迎合这个预设 所有营造的氛围 当然呢 我仍然是觉得咱手动直接去拖这个高光阴影 可能来了要更直接一点 这个数量这里呢 我认为更适合的是微小的调整 除此之外呢 当套用别人的预设的时候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它有没有添加颗粒效果 比如说咱们套用一下这个 Dark and Moody第一个 您看在效果这里边呢 它添加了15的颗粒 所以在天空的位置呢 就会特别明显 会看到一些很像噪点的效果 但实际上它是在模拟老式胶片出来的那种颗粒感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不太喜欢 对于我来讲呢 我在电脑当中保存这张照片原尺寸文件的时候 我通常不会添加颗粒效果 而在手机里边去发布的时候 我再在手机里边单独添加颗粒 或者说我在电脑里边再保存另外一版带有颗粒效果的 如果我真的很想要的话啊 但是每次选择这个预设的时候 它又会自动添加很麻烦怎么办呢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预设稍微的给改造一下 其他参数全都不要动 即便是这张照片的阴影呢 我们是需要微调的 但是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 千万不要动 我们只拖动颗粒的数量到零 然后鼠标移回到左侧预设当中 点击鼠标的右键 Mac电脑按下键盘上的Ctrl 再加鼠标键 选择菜单当中的这个 使用当前设置更新 然后全选 选择更新 现在呢这个预设 它就不再拥有颗粒效果了 随便找一张新的照片验证一下 选择这个预设 哎你看现在这个预设 它的颗粒效果呢 就默认没有了 以后呢就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预设相关分享了 套用别人的预设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呢咱们还是抱着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去使用它 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调出属于自己的色调 找到自己的风格 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您把这个预设当中所有调过的参数 都挨个的拖一下 看看它影响的哪里总结出这么一个规律 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调色风格 顺便说一下这个Invato Elements啊 其实它对于做设计或者是做新媒体的小伙伴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up主或者youtuber还是蛮有用的 毕竟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平时要做东西太多了 那这样直接下载一些模板套用呢 可能会更省心更省力 或者说是在给客户做案例的时候也会担心版权问题 那下载这些付费的资源并且啊还是无限量下载 使用起来呢就会放心多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